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代 万类双千尽自由的历史条件下 弘扬 传播 学习中华优秀文化 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神圣责任 加拿大中国高校联合会 中华优秀文学作品阅读俱乐部 在高校联合会会长们的大力支持下 在各兄弟高校校友会会长和广大校友的积极参与热情鼓励下 经过筹币 以具备雏形 含苞待放 蓬勃欲出 高校联合会中华优秀文化俱乐部 是广大校友文学爱好者的家园 将坚持公益导向 学习 传播 宣讲优秀文学作品 并对全球广大文学爱好者 大中小学生和全社会开放 今天是我们俱乐部举办的第一次讲座 我们有幸请来了加拿大中国高校联合会会长 且墨尔博士为我们进行首次讲座 且墨尔博士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前副教授 加拿大文物与艺术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 阿尔泰通古斯满语言研究专家 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联合会会长 加拿大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 且墨尔博士在研究中华优秀文学作品方面很有造诣 今天请他来给大家讲解王博的千古名片 《腾王格旭》 另外我们也有幸请来了千金大学八四级校友 王秀琴女士为大家在讲解过程中进行朗诵 下面有请钱墨尔博士 好的 那么我就开始和大家一起讨论 《腾王格旭》这个作品呢是千古 千古名片 统计下来的话呢 有四十几个成语 现在常用的成语 还是都从这里面出来的 就在这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成语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状态 那么首先我们看腾王葛是什么样子 腾王葛呢 他是唐太唐初见的 就是唐太宗的兄弟 唐高祖的一个儿子 腾王见的 他经过颂元明清不断的修缮 不断的就是 整修 但是呢 我认为他的形状呢 还是和原来是差不多的 因为从这个腾王葛旭里面 他讲到了这个腾王葛是什么样子 那么腾王葛呢 他在南康市西北干江东岸 这个是修建之后呢 李元英就是这个腾王呢 修建之后呢 他把它作为一个别墅吧 别居 这就是一个住家的地方 也是一个歌舞游乐 很多事情都在这里完成 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楼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呢 高楼并不多 很多高楼呢 就是把土堆得很高 俗话说中国的馆子 西洋的楼 就是说中国的饭馆呢 是绝对是世界上很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楼呢 从罗马时代开始呢 西方的楼呢 是建得很高的 那么这腾王葛呢 竟然有三层 实在是三层楼 那么二十多年以后呢 就是当时的洪州 都督呢 严公首次重修 军工之后 因为历史上总说他修的 实际是他重修的 军工之后召集为人 雅是记这个事情 图经于此的王博呢 在这个里写下这个名片 那么要说到这个作者 王博是谁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据说六岁之后 就能写文章了 他唐出四节 这四节不是武将啊 都是一些个文学家 包括洛宾王这个 骂过五十多天呢 最常听说的 这四节 可惜呢 他活得基本就是 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而且在海里边淹死了 那么在他死前的一年 也可以说是二十六岁吧 到了滕王阁这个地方 就是宴会呢 请了他 是这么样一回事情 一首作品里有四十个成语 一直流传到现在 而且非常鲜活 这个很不容易 还有谁能比得上呢 诗经还可以 但诗经不是一个人做的 这里边有一些故事 因为滕王阁是太出名了 他讲呢 说这个知府呢 重修了一下这个 滕王阁之后呢 宴请宾客 让大家写个滕王阁序 这时候呢 他暗中呢 让他的女婿 先写好了 藏在手里 然后再请大家 说有的呢 知道这回事呢 就假意的让一让 不肯出来说 他女婿呢 也让一让 这时候呢 王伯就开始写了 最后写出这个 历史的名片 那么这个知府呢 他一开始呢 都督呢 他开始呢 很生气 表示要那个 更衣了 然后让别人写一句 让别人念一句 然后念着念着 他就佩服了 然后就五体投地了 这个样子 有这么个插曲 但是我认为呢 王伯在这里面 写了很多 个人的感受 就是不像一个 简单的过路人 而且呢 王伯是27岁的 生命里边呢 他老早就出名了 整个国家呢 都知道这个人 所以说呢 应该不是简单的 那么有趣的一个插曲 可能呢 他也是认为 他自己 只有我旁贷 舍我七水也 这个状态 写出来的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 藤王葛序呢 他的全名叫 秋日 登鸿府 藤王葛 鉴别序 这全程是这样的 首先 时间是秋天 鉴别什么意思啊 那么鉴行嘛 给谁鉴行呢 咱们再想吧 那么在讲 正文之前呢 我们就有请 天津大学校友 王秀琴 女士呢 给我们一段一段的读 读一段 我们讨论一段 好 有请 谢谢铁会长 嗯 藤王葛序 作者王伯 唐 豫章顾俊 红都心腹 兴分一枕 地阶横炉 尽三江而带五湖 孔瞒京而眼欧月 雾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须 人节地灵 徐如下陈帆之踏 雄州雾烈 俊彩星驰 台黄枕一下之交 宾主进东南之美 渡渡言公之雅望 齐己摇林 语文新州之义饭 掺为赞助 时寻休假 胜有如云 千里逢迎高棚满座 藤娇启凤 梦学士之慈宗 子殿清霜 王将军之武库 家军作载 路出名区 童子何之 恭逢圣见 好 我就先读到这 朗读的真是太漂亮了 生情并茂 非常好 谢谢 那么首先这个 豫章孤俊呢 其实有两个说法 有的时候南昌孤俊 南昌豫章呢 都是这个地方 而且的声音呢 评泽什么呢 还都差不多 所以也不知道 这个圆处是怎么写的吧 豫章孤俊 鸿孤俊 这两句讲的 都是这个南昌 那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呢 过去叫什么 现在叫什么 这是套话了 然后呢 兴奋一枕 地劫横卢 这个里面呢 大家就会体会到了 王博呢 并不是像一个建筑师 一样的 给大家那个招标的时候 说我这个楼长什么样 我这个楼结构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他没有这样说 他是视野更广泛 他说 这个 这块地方 这个南昌这块地方 天上是哪两个星座 地下呢 离什么地方近 横山庐山 就是在这附近 然后接下来说呢 金山江而代五湖 这是事实 他那地方水挺多的 波阳湖啊 洞庭湖啊 甚至太湖呢 都离得不远 而且连着的 通过长江 这山江呢 说法很多 但是呢 干江肯定质疑了 长江呢 也应该算得上 接下来呢 就比较有趣了 空满京而引欧越 你看这句话呢 我觉得他把一个 不算优点的东西 他说成优点了 什么呢 实际上呢 唐代以前的历史呢 不像现在怎么长 那时候呢 春秋啊 战国呀 那时候呢 楚国 满京 是很厉害 很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而欧越呢 就是浙江 这一带 也就是 扬州吧 南部 这个地方 吴越这两个国家呢 也是 曾经成为霸主啊 什么的 都是很有 很有名气的地方 而南昌呢 就没有这一个地方 这么重要 说些趣里话 他就是无头除尾嘛 他就说 空满京而引欧越 这一下就变得很重要了 这个写法就很有趣 而且呢 他就好像在天上一个 甚至像一个 在高空中 太空中 看这个地方 一样的感觉 那么大的视野 然后再要说点 实际的事情吧 那么雾花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虚 这就是一个故事 不管是真是假 当时呢 是比较信的 就是说呢 看天象呢 北斗星那儿 有一束光 一看呢 就是地下应该 南昌那一带呢 射出去的 肯定地下有宝物 结果还真挖到了 宝剑 然后人学地灵呢 这天先说天 然后又说地了 然后徐如下陈凡之踏 这个地方呢 就说 有一个 也有一个典故 这好像说多了 就说不完了 就说朝廷命官 下放啊 或者到这边来那个 做一个地方官 老早就听 他就陈凡 老早就知道 徐如呢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几次皇帝召见他 做官他都不肯做 然后他请 请他来了就行 做官 这徐如呢 徐如子 他说 说来说去都不肯做官 说但答应了 我可以经常到你家来做客 然后陈凡就很激动 很高兴了 特意坐一个床 其实应该是凳子 现在的椅子吧 然后呢 别人不坐 总是挂在墙上 他来的时候拿下来给他做 他总又挂在墙上 踏 这个踏 应该不是睡觉的踏 实际回过头来说呢 这些个四六句呀 就什么对仗对仗的 这样的 这叫片文 片文呢 就是华丽 以华丽著称 那么这个呢 我认为 大家说是汉代开始了 我认为呢 是屈原就开始了 文字很华丽 你不管它是不是诗吧 它就是负 这个其实也是负 那么 这种华丽呢 好不好呢 实际上大家知道 唐宋八达家 韩育柳纵元开始 一直到宋代的苏东坡 这些人呢 实际上反对片文的 反对写文章 全部是华丽迟早 其实华丽迟早 没什么问题 就如果 单单追求华丽 内容空洞 就不好了 如果又华丽 又有内容 那当然 是最好的 最难得的了 而这唐宋八达家呢 总结起来 八个人 基本都是从政的 基本都是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呢 他是不喜欢 说出来的话 是要解决问题的 主要的不是为了好听 所以他们呢 有特别的 希望古为运动 就是不对账 没有声韵 文章就是文章 诗词就是诗词 唐宋八达家呢 虽然文章写得好 诗词也写得不错呀 像苏东坡越看越好 那么接下来说呢 就是王伯呢 他没有简单的说 这个藤王葛的结构啊 长得什么样子啊 他是先把这地势的情况 描写了一下 讲了很多南昌的名声 南昌的典幕 然后这一段最后一句话 童子何之 恭逢圣祭 就是说 他把他自己说成童子 他却是年轻 他说我知道个什么 只是大家来给我践行 这个有点不好理解 在古代的时候呢 说这是陶王葛 重修落成了之后 然后阎公呢 请大家 他这个边呢 顺便要给王伯践行了吗 王伯是要到 南海以南的越南 去看他的父亲 他父亲呢 被唐朝皇帝呢 封到那边去 做县令 在越南的河内说是 但是我认为应该是 越南南方最南边 因为他叫交子嘛 那么现在有请 王秀琴女士 再朗读第二段吧 好嘞 谢谢 十为九月 虎柜ано 旅主三邮 鸣鼻冰 鸣水进而寒壇清 黑天 得天人之救管 曾卵耸脆 尚出重宵 飞隔留丹 下临无地 喝听福主 穷岛屿之迎回 跪殿兰宫 跪殿兰宫 及钢卵之铁士 好 谢谢 这个呢 还是没有很多的说 这个藤王葛的结构 形状 因为说到那时候说死了 他也没打算说这么短 所以说呢 又把这个季节 时间又说了一下 然后因为季节时间呢 藤王葛周围天上地下的一些个景色呢 也说的很多 你看这 第四小句呢 就是燕光宁儿 木山子 这个呢就说 实际上我们 就是别人想不出来 他想出来了 首先燕光呢 有什么宁不宁的呀 他又不是一个 又不是一个牛油 也不是什么东西 凉粉 他怎么会宁呢 他就看上去 就是这种宁的感觉 而木山子 到傍晚的时候 很远的山 白天的时候呢 远山呢就变成 一种青蓝色 是吧 但是晚上呢 晚霞的照耀下呢 他蓝上就加点红 那么就紫嘛 说出来了 而且好看 然后就说 他就讲这个来访的路上呢 就两臂马拉的车呀 访风景啊 去重设 古代呢 把这个设计呢 就是山岗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时候 好不容易讲到了 成鸾叠翠 上出重宵 飞隔流丹 下林无地 这四个小句呢 一定是讲 藤王阁长什么样的了 那么成鸾叠翠呢 有些人说他是山 说他是 讲周围的山 这个我认为 他说的呢 就应该藤王阁本身 本身的话呢 我们回头看看 那个图片呢 他的上面的瓦呢 飞烟斗狗的 是绿的 中间的那些窗户呢 窗帘呢 都是红的 就是这个感觉 那么成鸾叠翠 在上面 然后飞隔流丹呢 隔呢 门呢都是红的 然后往下面看 就是下林无地 因为你从那上面 楼上呢 向外看呢 你看不见地面 这种感觉 都写出来了 接下来什么 鲜鹤呀 水鸭呀 或者鸳鸯啊 都写到了 那么 请王学金女士 接着读 好的 第三本 批锡锈踏 批锈踏 辅雕蒙 山原矿 其迎室 穿泽 淤其害主 驴炎铺地 中鸣顶时之家 葛剑弥金 清雀黄龙之竹 云露 云露雨季 采彻 屈鸣 落霞雨 孤雾 其飞 秋水 共 长天 一色 渝州 畅晚 想穷 彭里 之宾 艳震 惊寒 声段 横阳 之府 谢谢 批锡锈踏 这个就是 这个门上面雕花了 扶雕 扶雕盟 盟呢 就是房盖了 房顶 这些呢 就是因为 它是多层的楼 所以你站在楼上 它能看到 下面的房顶 然后山原矿 其迎室 穿折 欲其 害主 这些种种的说法的话 大家最要注意的呢 是它有很多的 成语就出现了 像中盟鼎石啊 这些个 它这个 葛舟 迷津呢 就是 小船大船 遍布在下面 最重要的里面那句话呢 是落霞雨 孤雾其飞 秋水 顾长天一色 这实际上呢 虽然是富呢 它有写诗的一个 意境在里边了 首先呢 一只鸟呢 一只鸟在飞呢 是可以理解的 很常见的 落霞怎么会飞呢 除非有大风天 我们可以看见云在动 是不是 那么 那个时刻呢 显然不是个大风天 就是霞 就是霞呢 落霞呢 太阳在落 天边的霞呢 看上那个形式像在飞似的 这个写诗的时候呢 很多有个飘的概念 就说我听这个花香 这么说也是可以写的 那么写诗的样子 就这么飘 秋水共长天一色 那么就是傍晚了 灰暗呢 在中国的南方呢 很多时候 灰暗的风景呢 别有情趣呀 并不阳光明媚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是晚上的时候 那种灰暗的感觉 竟然也很有情调 而且成了千古名句 渝州唱晚呢 渝州的打鱼人呢 唱不唱歌呢 不一定 但是一写出来呢 就感觉到这个 生活很疯 或者说呢 这个情趣很高 把老百姓说的呢 那简直生活是很美满 很知足的感觉呀 而且渝州唱晚呢 到现在广东音乐里 也有这个曲牌 那么验震惊寒 跟那渝州唱法 是对着的 那个秋天了呀 验觉呢 你认为它是 因为冷觉呢 实际上不是 它寻找伴侣啊 互朋友啊 都可以 但是呢 此情之景是对应的 那么请王秀卿 你是在接下来朗读 打开啊 摇尽府唱 一星船飞 爽赖发而清风声 千歌凝而白云鳄 虽远绿竹 气灵鹏泽之尊 夜水珠华 光照临川之笔 四美聚 二难病 穷地面于中天 急于犹豫霞日 天高地炯 绝宇宙之无穷 星尽悲来 时营虚之有数 往常安于日下 目无快于云间 地势急而南明深 天柱高而北辰远 观山南越 水悲湿路之人 瓶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怀地昏而不见 奉宣誓已和年 谢谢 谢谢 这段呢 我们一看呢 他讲了很多唱歌呀 爽赖发而清风声 弦歌宁而白云鳄 就过了古代的时候 说谁唱歌唱得好听啊 往往是高音 深恶行云 这里边讲的这个意思 这么就显然呢 这个整个的旭呀 他不是单单讲唐王葛的 那我们给他再看一下 这个名字 秋日灯洪府唐王葛 鉴别旭 这是不光光是讲唐王葛 是一场 是一场晚会 这个样子 从下午开到晚上 那么一个活动 那么王葛呢 听了唱歌 看到这么多的 这么多漂亮的一些个景观 这个时候呢 他说四美剧 二男病 就说主人 主人也高雅 客人也是 主人呢 也是殷勤 客人也高雅 这是非常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想到了自己 就是天高地回 居宇宙之穷 幸尽悲来 十一个句之有数 就是比方说 有的时候 我们出家在外 到电影来看一场 非常欢乐的电影 一出来反倒更想家了 这个感觉 可能大家会有的 就这个感觉 他忽然就 感觉悲伤了 他说观山南越 唯悲实路之人 他从西北那边过来 到了南昌这边呢 住脚一下 参加这个宴会 然后要到南海 以南的地方 去看他的父亲 据说他父亲 身体不太好 他过去是照料一下 花了一点时间 所以说呢 他就说到了 观山南越 谁为实路之人 就是谁为 找不着路的人悲伤呢 其实老百姓 你活我的 我活我的 谁会注意到别人 找不着路呢 是不是 就是这个样子 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当你来到一个 生的地方的话呢 你看到谁呢 都不是很亲近的 那么就是说 大家都是 萍水相逢 这就为什么 春运的时候 这么多人 拼命要回家呢 有能落费 花天酒地 在原地不动 大吃大喝 过完这个春节 不行吗 就不是这样的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那么接下来呢 说的更深刻了 说不定是政治不正确了 他说 怀定昏尔不见 奉宣宣室已和年 就说帝王不光顾他 他是很有才华的人 这个举世公认了 但是他并没做到大官 那么这种感情呢 是很自然的会有的 他说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接下来的段 有请王秋军 你接着读 好 谢谢 接乎时运不齐 命运多船 逢堂易老 离广南风 屈家宜于长沙 非无圣主 窜梁洪于海区 岂伐名史 所赢君子 见机达人之命 老当易壮 宁以白首之心 穷且易奸 不醉青云之志 浊贪泽泉 而觉爽 处何何 处何者 已游欢 悲海虽舍 拂摇可接 冬于已逝 丧于飞晚 梦长高节 空于报国之情 软极猖狂 气笑穷途之枯 谢谢 谢谢 这些呢 这是捷虎 就是捷探的意思 就是时运不齐 命运多船 就是说 跟命运有关 他就总结了前面的一句话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还是一种牢骚 逢堂易老 离广南风 这句话呢 是讲了两个老人 都一个文尘 一个武将 都很有功勋 就说吕广吧 他立了很多功 也犯了很多错 所以不做事呢 就不会出错 吕广呢 总在做事 最后呢 比他的弟子 比他的部下 风的都官都低 风的爵位都低 他就讲了这句话 然后趋甲于长沙 非无圣主 这个话呢 就是很曲折的意思 他说 甲义这么有才华的人呢 就是把他 放到长沙 做一个小小的官 并不是当时没有圣主 那是啥呀 然后接着 串梁红于海取 这个梁红很有名的 举案其美里边 那个男主角 串 是他自己逃串的 时事 被 他就说了一些个 不太好的话 皇帝很生气 然后呢 他不得不逃到 东海盐子那边上去 靠打零工为生 这个时候呢 说那个 并不是说 这个时代不好 那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个曲笔 总之呢 说了这么多呢 就说他接着说了 老当一壮 这又常说的话 现在 宁以白手之心 就说 到老啊 一个人呢 也不能把自己 志气丢了 下一个句话呢 穷且一见 不对 轻人之志 这个 说法呢 这是 片文的 就是对账 而且两句两句 意思都基本一样 这个呢 其实跟现在排比剧 差不多 排比剧呢 趋势很像 然后内容稍微有所变换 听的人呢 更清楚了 这些文章呢 无论过去到现在呢 要对得起耳朵 耳朵要能听起来 好听才行 过去中国呢 那个时代呢 恐怕很多人是文盲啊 或者 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要 在耳朵听了 容易记 同样的意思 重复两遍 就容易记住 它就是这个特点 所以片文呢 有的时候 为了强调东西呢 是很好的 最后两句 软 软记 猖狂 启笑 穷途之枯 孟长高杰 空于报国之情 说这个人呢 他的知识面非常广 可以说是个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人 这个如果现在 掐GPT的话呢 这个 有可能写出这个样子 但是有没有 他这个思想 就很难说 孟长就 梦长军了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也是很有口碑的 但他 有什么 报国做到了吗 没做到 远记猖狂 这个人呢 就说 他是 一个名士 冬季时候的名士 但最后呢 也是 被杀害了 他的 一些想法呢 就是 也没有实现 那么请王兄 请您接着读 谢谢 我三尺威命 一介书生 无路请英 等忠君之若冠 有怀头笔 黄宗雀之长风 舍三户于百灵 奉尘昏于万里 非谢家之宝树 皆梦氏之方林 他日趋亭 涛陪礼队 金子捧妹 洗脱龙门 洋溢不逢 辅陵云而自息 继终期季日 奉流水 奏流水 以何惨 谢谢 谢谢 老伯呢 就是王某自己了 从这一段 我们看的话呢 这个前面 以前流传下来的 一个插曲 一个典故 说 这个主人呢 是想要他自己的 女婿来 做这个婿 然后王某呢 抢先了 不实相地 作为一个客人 抢先做了 实际上呢 看了这一段之后 我们应该不认为 是这回事 藤王某 建别序 很可能 这个小地方的主人 给 给这王某 进行的 是 是这个活动的一个 至少是一个项目 所以他说来说 说自己 如果不是这个状态 谁会说这么多自己呢 是不是 坐藤王某去的时候呢 他说这么多自己 他三尺为命 一见书生 这个个头也不高 三尺不就一米吗 那个子真的不太高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总之吧 就是说自己的微小 无路请鹰 等忠君之若惯 这个呢 就说 他有才华 这跟李白一样 这些文人呢 都是有一点致命不凡 这个挺好 这鹰呢 就是一个长绳子 捆绑罪犯的 大家可以顺便就想起来了 毛泽东诗词里边是 今日长鹰在手 何时富度昌隆 当时呢 我们想这鹰不是 帽子上的鹰 或者是马鞭的鹰 都不是 这古代它是长绳子 专门抓犯人用的 然后有怀头笔 这段呢 就说 古代有很多文人 国家有难了 他就把笔一扔 我冲军去 我打仗去 他这两个就等于说呢 无论文人武士 想报国的时候呢 就没有什么机会 他说他自己机会 是 沾户于百灵 奉尘婚姻万里 沾呢 就是当官人的 别头发的 法夹吧 现在女士法夹 男士一般也不用了 这户呢 是一个 你看现在等一下 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 后到大家举手 那个朝廷上的官员呢 要想发言的时候 要把手里的一个板举起来 然后皇帝说 啊你 爱请你讲 他就讲 所以这户呢 就当官的标志 这两句话呢 就说 我宁可不当官了 那就是 我要去 卧里之外呢 奉尘婚 尘婚什么意思 早就问案 晚上得问案 那谁呢 是长辈 他去卧里之外 去奉谁呢 就是他的父亲 他父亲做县令的 在越南那里呆 顺便说一句啊 唐朝的国土 跟现在可不一样了 他到越南 但是却没有新疆 就这么个样子 然后 他最后的 一个对仗 去洋溢不否 武陵云而窒息 就说 人怎么能摸陵云呢 就说 两天长叹 实际上是 然后中期季御 咒流水 以河灿 这个呢 有一些句子 这个古代著名的 两个字音的朋友 是两个男士 一个是余波牙 一个中子期 那这个余波牙会 弹琴 就是古琴了 他弹什么呢 这个山野春福 中子期呢 都能听懂 你谈什么 你想什么 都能说得出来 这个呢 就是知音了 就说他 余波牙呢 皱流水 既然有知音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 说的了 非常高兴的皱 感觉到呢 非常自得其数 有人欣赏 就这个样子了 那他实际上呢 王博呢 就是说 自己在这个地方 有知音了 更说明呢 这场活动呢 王博是一个座上宾 可能大家 很多人都不停地 在恭维他的状态 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说起来呢 有点违背 很多人的说法了 咱们接下来可以讨论 然后接下来呢 接呼完之后 又来一个呼 这个请王兄弟 你是朗读最后一段 好的 乌乎 圣地不长 圣言难在 蓝亭一矣 子则秋须 临别赠言 性承恩于伪见 登高作父 是所望于群功 感节笔怀 公输短隐 一言君父 四韵俱成 情洒潘江 可清 陆海云尔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上面说的呢 就是 叹了一声气 这个叹呢 叹就是很大了 比刚才那个结叹 更重一点 圣地不长 圣地难在 那么就是这个 这么好的待遇 这么好的风景 它也不能总开呀 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蓝亭一矣 子则秋须 这个蓝亭就讲到那个 王岐枝时代那个蓝亭序 蓝亭一个聚会 一个雅集 真正流传下来的 没有别的 就是王岐枝的一个 刑书 著名的刑书 那子则秋须呢 就说 子则那地方呢 也已经变成了 废墟了 就这个样子 这意思就是 什么都 什么都会过去的 再好的美好的 都会过去的 接下来就说 临别正言 性成人于伪见 这个呢 就说 这个 严长官呢 肯定给他了一些 临别正言 谁别呀 严长官没走啊 是王岐枝自己走了呀 对吧 就说 给他践行 你看整个过程呢 跟践行有关系 然后登高坐富 是所望于群宫 感节必怀 公输短隐 就说 拉拉扎扎 写这么多 他说 一言均负 四运俱成 就说他写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说 让大家呢 继续听 那么接下来 请王岐枝女士再讲 读一下 这首诗 最后的 好的 请王岐枝女士再听 歌中 歌中弟子 今何在 见外长江 空自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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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说这个朗诵 非常好 非常漂亮 看来是有 是个 有很深的渊源 就是学了很多的 应该是 非常好 这个情境都已经 赶到了 这首诗呢 就算是一个总结 从这首诗上呢 我不更看到了 整个序呢 藤王葛序呢 藤王葛 只是一个地点 就像我们 搞一个校友聚会的 尊宴稿 尊宴只是个地点 如果请谁 或者派谁 做一个 做一篇富的话呢 做一篇序的话呢 肯定不会 从尊宴大门 二门开始讲起 结构什么样的 讲的是这个 事情发生发展过程 里面人物的态度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呢 我要看全名的话 就好理解了 藤王高葛 临江度 就说这是水边的一个葛 古代人很会玩的呀 水边人很漂亮的 再说南方那么热 在水边也凉快呀 佩玉名文 霸歌舞 就说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歌舞活动 画动昭飞南浦云 珠连木卷 西山雨 这个说的话呢 他实际上 这个活动并没有 一整天应该是 但是呢 他接待他呢 应该是不止一天 所以他早上晚上都说了 画动珠连呢 什么云呢 雨啊 这些东西 他说的就是为了 表示丰富这个情况 当然了 最南方的中国 下个雨是非常 常见的事情 如果西北呢 可能大家想不到 用这个云呢 雨啊 说这些事情 说了呢 也不贴切 闲云谈影日悠悠 悟唤星雨几度秋 这悟唤星雨啊 经常写 我还写作文 我也经常写 用这个词呢 虽然那不是成语吧 但是常用 非常好 然后 葛中弟子 今何在 这句话就说的是 唐高祖的儿子 藤王 唐太宗的弟弟 藤王 现在哪里去了呢 意思就是说 现在没了 意思就是说呢 再好东西也留不住 然后 见外常见空自流 就说 只是只有江水悠悠 这个意思呢 和古代很多作品呢 都是对得上的 这个倒不是 他自己的独创了 那讲到这些呢 就讲完了 为了 为了别出心裁呢 我故意说了一些个 就在网上呢 大家的视频讲解里边 说的不一样的话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讨论 可以评论 也可以批判 咱们热闹一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大家就可以 讲了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 再放到前面的页 大家就可以讲了 那现在就交给我们聚会长 好 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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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女士老宋也请好 那么咱们下面 大家就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也可以放在旁边的 这个菜菜里边 里边来 提出来 哎呦 在这里我看到很多的 很多厉害的人呢 比方说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 托马斯 吕 吕同 会想 看看 还有我们 认识的人里边 多伦多 孙荣兵 我们孙会长 还有 山东大学 校友会的 曲黎飞会长 大家可以 随便谈谈吧 好的 那能不能再 就是说 大家想过期的时候 请王贤贤女士 能不能 就是说 完整的 老送一遍 这样的话 大家就有一种 美的享受 会不会大家觉得 因为我这个 也不是很熟 今天 这个也是 比较 比较匆忙 就 可能意境 还没有那么 完全 领会 这样 这样 我 我先 把我刚才说的一些东西 稍微总结一下 首先 我就是 胆大包天 打破古人常见的说法 藤王葛序 是讲 藤王葛的 我认为 这个藤王葛序 主要是讲 王伯 王伯 就是宴会 完了之后 这个很大的一个目的 这个宴会 是宋王葛的 然后 你自己讲讲话吧 他就讲了这么堆话 好像这个意思 那么 第二个 就说 他这里面 讲了很多的 很广阔的 地域 首先第一小段 就是完全把 南昌 所能够列出来的一些个 了不起的典故 事情 都说出来了 这个说了之后 主人能不高兴吗 是不是啊 你到哪个国家里去 外交家到那国家里去 把对方国家的一些个 文化 物产上面的一些个 好的东西 如蜀家真的说一遍 谁能不高兴呢 这个写文章这样写的 也是一个 很好的 做法 是不是啊 而且有些话呢 甚至算不上是一个优点 他能够把它说成优点 金森将而戴五胡 空精蛮 而引欧月 这个是不是啊 就是把它升华了 大家都可以随便说 我也很 我们 托马斯旅同会长 是不是动了吗 把爱 来给大家说几句讲解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这个 谢谢铁会长 然后还有这个 王 王女士啊 给大家做了这么精彩的分享 那我 我先纠正一下 我是复旦生物系的 我不是 不是学新闻的啊 这个当年想学文 想学新闻系 但是 我妈不让 她说你 这个只能学礼 后来我就写了真物 这么一个过程啊 那么啊 说到这个 彭王阁 我呢 比较有幸 我 应该 几年以前 我正好 我去过 当时 我在那个 最高层啊 在三楼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 脑子里面 一直在想 因为也没有 那么好的记性嘛 对 当时也直接拿出来 把这个文章给 查出来 在一边看 一边 一边看风景 一边读文章 嗯 那么 我就讲一个 当时听到 比较有趣的 一个 一个 故事啊 当然我个人认为 那个故事 是比较 牵强俯贵的 一个东西 啊 当地那个导游呢 当时他跟我讲说 其实 啊 中国四大名楼嘛 啊 灯王阁 冠雀楼 岳阳楼 跟房客楼啊 然后他说 范 范仲淹的 这个 岳阳楼记 其实不是在 岳阳楼写的 因为 有 有 有学者 考证 这个 范仲淹没有到 岳阳楼 那么 他在哪写的呢 我说 其实范仲淹 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经过 滕王阁的时候 他在 滕王阁上 写的 所以 他是 相当于是一个 命题作文 把人家让他写一个 岳阳楼记 他没有办法 所以呢 他就登上了 滕王阁 写出 岳阳楼记 有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也是一个 野史 那么 从 个人的感受也好 其实中国文学 他有很多 这种 非常华丽 非常优美的文字 以及 充满想象力的一些架构 在那里面 但你真正到了 一个实地的时候 一个 到了那个景点的时候呢 往往会觉得 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 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 一个感受 好的 我就 就 说这么一点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非常好 这是实地的体验 我还没去过 看看我们还有哪位 只要有动作的话 就是想说话的 很同意 刚才罗慧的 这个说话 有时候有些景点 确实去以后 感觉跟写的不一样 我是陕西人 那个 我们 我们 我们凤侠县 出西凤酒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 有个东湖 我们小时候 一直就在那玩 经常在东湖里面玩 有好多 什么瓶子 楼河什么的 那当时是苏东坡 在凤乡 当刺诗的时候写的 后来大了之后呢 一看他写的东西 确实也很美 有些诗啊 什么景情美的 但是实际上要看的话呢 就是感觉确实 也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我感觉 就是这个 文学家 这名片 他就跟普通人的 这个区别所在 是吧 他能把这个景点 能够升华 能够升华成比较 优美的文字 一直像这个 唐方格序啊 一直流传 这么这么多年 一直下的 所以大家 经济 读起来 还是个情美 所以这个就是 我感觉是像 文学水平高的人 他能把这个东西 写出来 要到普通人去以后 可能就 是吧 就大致 看看而已 当然有些 有些的 也分时间 也分 也分当时的 情绪 比如同一个景点 有时候就去之后了 可能情绪不一样 你最后的 你可能产生的 思想里面的效果也不一样 最后写出东西 可能还 可能也不一样 古代有个说法 就是说 好的水边 无论是湖和江 都有一个 一种建筑物 亭台楼格 把它收起来 把这个风景收起来 无论西湖 还是大雁塔 小雁塔之类的 有这么一个东西 寄托了很多情怀 实际上 大家去看 这些文人末刻 看的时候 是 就想到古代 想到后代 前无来者 后来者 什么的 这些个 悠悠的思绪 所以说 情绪占了很大的场 很大的部分 我们看 谁还说 我们销会长 艾米 师傅想讨论一点 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 铁会长 讲得挺好的 我就觉得 他这篇文章 是写得非常优美 关键是 他结合了 他自身的感受 就是说 在结合 他所看到的景致 所以呢 所以呢 确实他就是跟 那些 就是说他以前那些词汇啊 就是说比较 华丽空洞无物的东西 就是不可比的 因为他这个 他当时正好是也是 不得志吧 他因为前面写了一篇什么 斗鸡的那个 他都非常熟悉 再加上他身后的文学功底 所以他能够 在这么很短的时间 就是能挥洒出一篇 流传千古的名作 这是我的感觉 谢谢 是这样 有时候有个感叹 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 有才华 锋芒毕露 就是超出 世人很多的呢 他并不属于能够 为这个国家政权稳固 能够有好处的 因为他是异端 这种异端的话呢 他能够 展示一些个 不同反响的东西 几乎总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围观了 那么 你像欧阳修 苏东坡的两人 对比一下吧 欧阳修呢 他也是很有文采的 苏东坡当然更有 但欧阳修呢 他实际上 是对自己是很拘束的 所以说呢 他一生顺风顺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劳少的人呢 有才华的人有劳少 没有才华的人呢 劳少少一点 但是有才华 有不劳少的人呢 似乎呢 是皇帝最喜欢的 就这样的 大家可以畅谈 想说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你看这藤王葛 也不只讲藤王葛 讲的非常少的建筑图 讲的非常少 十分之一都不到 因为中国的这些文学啊 尤其是像这种歌副 田文这些东西呢 他大部分 前半部分 或者上半阙 他是写事情 写景色 到了后半部分 或者下半阙的时候呢 他才会进行一个抒发感情 对这篇文章呢 是比较独特的 就是他就第一段 主要在第一段 《女生顾俊》里面 他描写了一下 这个藤王葛上的一些景色 而且其中有很多的笔墨 就是用于写这个 借这个地方写的一个事情 就是搞到那个宴会 之后有很多 这些都是抒发感情 抒发感情的时候呢 他举了大量的这种典故 或者说是一些早期的一些人物 刚才那个指挥长说到 高山流水 那两个直音的故事 那两个人也提到 阮吉这个人也提到了 最后被斩首 是最狂的一个人 应该是什么 竹林七贤里面的 最狂的那家伙呢 然后还有冯唐 李广等等一些历史人物 他都提到 他说这些人就是来 抒发他寓意不夺制的 这么一个一些一些 凶有报复 但是呢得不到高层 或者说往上的一个赏识 他这个整篇呢 实际上我们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呢 有很多可以借鉴的 他好像很多地方 在化腐朽为神奇 或者把一般的东西 普普的东西 跟他说就好得不得了 难怪我们托马斯 去了 看了之后 比想象的要差一些 你看他这个 金山江而代五 虎蛮精而引欧月 这些东西呢是事实 就是个地理位置 就摆在那了 你在两个重要的地方中间 在两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水汽中间 就证明他有什么了不起了嘛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他把这句话这么一写的话呢 你陡然的就感觉到这个 南昌的就重要的不得了了 我们萧红的老家是南昌的 是吧 那么下面那句呢 像这个 落霞欲孤雾 其非秋水共长天一射 在别人的眼里 也就一般般吧 甚至颜色都不是很鲜亮的 这两个地方 落霞呢就是和姑母 他就像影子一样的 秋水长天呢 应该是昏暗的 可不是说那个白巨翼那种说的什么 一江南呢 日出江花红顺火 春来江水绿入蓝 那么大红大绿的感觉呀 都没有的 另外呢 渝州畅晚呢 想穷 恒离之宾 就是这个波阳湖了 那个都 渝州畅晚 这个我一直在想 到晚上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呢 打鱼的人就回家了 回家呢 就唱 正好被王波听到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呢 就是古代也没有什么机动车 那个渝船呢 在水里 摇桨的声音呢 很响 吱吱压压 吱吱压压的 就算是唱 被王波就给录下来了 他就把他叫渝州畅晚 结果成了千古的名句了 就验证惊寒呢 这些东西大燕叫起来呢 大家听了都想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人家说惊寒 是当然大燕向南非秋天的时候呢 确实因为北方寒冷 他要到南方去度假去了 那么至于他是不是惊 因为寒而惊 所以叫呢 那就 事实是应该不是这样 是文学的夸张 所以在通篇里边呢 在写景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画腐朽为神奇的感觉 我们摄影家崔毅 刚才看见你动了 说几句啊 我说你眼睛可真亮啊 我说动一会儿就被你逮住 上一次那个高校杯的 就是崔剑天杯的摄影的最高奖 获奖者呀 有有有有不敢不敢 碰巧碰巧 他确很美 我在想 王博要是再多活几年 还不知道该咋 怎么着怎么个文章出来 他小小 只活到26岁 这个文章真的是 盖世的这个美 我刚才那个提问 讲到这个摄影 我的确从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发现他是一个大摄影师 还是一个化学家 这跟我都有点关系 其中有一句就是说 烟光宁而暮三子 这个烟光宁 我看到这个词的话 立马从这个脑子里奔出 就是我们学化学的叫 气凝胶 也就是所谓丁达尔效应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丁达尔效应这几个词 在Google一下 马上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光的散射现象 就像你黑夜里面 电筒照出去的时候 一个光束打出去 它会有烟雾腾腾的感觉 或者是早晨那个 阳光下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光柱子 这个就是气凝胶 所以这个凝质 让我想起这个气凝胶 叫丁达尔效应 然后呢 就是木山指 木屋实际上指的是 傍晚时分 我觉得 它的早一点是在 那个黄昏就摄影角度来讲 有个Golden Hour 就是最好的摄影 太阳刚刚将近落山 但又不是很强烈的那种景致 再加上刚才 烟光灵也就丁达尔效应 这个景致可以想象出 应该很美 结果它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器 但是它用文字 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画面感的一个 想象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就从这几个次来讲 我就觉得是很美 更不要说这么一大长篇 字字句句都是足迹 很enjoy 谢谢那个甜蜜儿的引领 还有其他其他 其他老师的这个 解读和点评 我讲这些 谢谢 这个说到欣赏这个日落日出啊 我倒给大家建议一个地方 因为咱们在多伦多啊 在在湖边 我们住的那湖边不太远 那个在那个Root Hill这一块 Pot Unit跟那个 跟那个安娜乐湖交回来吧 斯林耀跟Kingston这一块 那么现在呢 就是每天晚上 因为我是喜欢去散步 一般的说 晚上工作完之后 日落之前 或者日落之后 还有那个晚霞的时候 去散步 确实是 因为我们这边是从东河西走 确实是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那个崔岩 那个做摄影家 我建议你有时候 尤其在这个时候去看 确实是 那个牵水一次 那个大叶 那个什么民啊 然后 或者是那个 在湖里边 起飞啊 降落啊 确实是非常漂亮 有时候我就感觉到 这个 这个文学水平啊 那个 太低不足以 表达这种 很美的这种景色 确实是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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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发言讨论 我讲一点吧 首先呢 很高兴参加这个 加拿大 中国高校校友会 组织的这样一个 俱乐部 那么各位呢 我们说既是校友 也是呢 老师 不管是年龄大小 三人同行 必有我师 所以 参加这个 讨论的 这个讲解的 他组的 既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校友 那么 非常感谢这个 俱永平 这个组织这样一个 俱乐部 同时也很欣赏 这个 天沫 那这个 今天呢 首先讲这个 其实我早就听说这个了 我呢 还 自己认为自己是文学爱好者 从来没读过 这么一篇东西啊 很出名的 今天呢 这个 经过这个 天沫 一讲的话 我对这个 对这一个 很感兴趣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 这个文章写的话 是 在这个 临别之前 其实这个 叫 这个叫 王博吧 实际上这个人 他是26岁 他25岁 那么他实际上 是在感慨呢 自己呢 很有才能 也没有呢 也没有这个机会呢 得以施展这个才能 其实 看上去呢 他很悲伤 其实他不是很悲伤 他看透了这个 他从这个 从看这个 美丽的风光 美丽的风景 到这个 想到这个 古往进来的 这些名人 这个帝王将相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些帝王将相 今天都在哪里呢 其实只看见 长江一直在里 说明的话 这个这里面 一个人生的乐趣 非常的好 这里面 他很重要的一个 看上 他这个 不是一个 非常的一个感慨 是 非常的 鼓励人的 一篇文章 这个 这个句子 我读音 我还搞不清 这是这个 叫东语一诗 上语飞晚 如果我是读语啊 这个人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我们 一个人 我们早年 这个失去了机会 晚年还不晚 这是一个非常 积极的人生态度 就好比 像我这样的人 在经过这个 文化大革命 从来没有上过 正规的学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这个课本 都是临时的 那么 那么现在呢 已经老了 生命都快结束了 是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很 觉得这个 怎么样了 那就说是 仍然是有一种 积极的生态 像我们唱歌一样 是这个 虽然时光已经逝去 但是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呢 激情满怀 所以这个 这篇文章 我觉得讲的是 通过对 怀骨 对古人的这个 有名人的这些想象 一些不得知的人 以及得知的人 对他们都想了 讲了一些 不得知的人 又讲了一些 得知的人 最后实际啊 都是 就是他的这个哲学 就实际和福教一样 都是空的 只看见长江空自流 这一切 得知也罢 不得知也罢 人生很短 根本都不重要 虽然人生很不重要 但又说到了 东于已是 伤于非玩 这就是 一个非常的 辩证的一个思想啊 我要好好地在 不是研究 在有 找时间 来读这个文章 非常感谢 非常高兴在加拿大 见到这个 我们中国的这些 各个高校的这个校园 如果在中国 还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非常高兴 各位校友 即使我的校友 也是个老师 很高兴 谢谢 谢谢 好 就讲这么多 这个是我们 天津大学会长 俊永平先生呢 他倡议的 就是最开始的想法呢 就是说 现在中小学的孩子们呢 学中文呢 他学的是 感不感兴趣 骇语里边 很多经典呢 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 感不感兴趣 引导大家学 当然同时呢 我们 年纪大的人呢 也通过研究这些个 好的文章 千古 流传的好文章呢 我们也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啊 而且这种 这么多人 从古到尽 这么多人 催崇读过的呢 文章呢 我们读起来呢 绝对不浪费生命 不浪费我们的时间 从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呢 得到了很多 写作的知识 看了这个以后呢 你是写写东西 写一篇文章 没有思路的时候 看这个呢 你就会有思路 他旁正活影 绕到很多 很远的地方 但是呢 最后还是扣在 这个主题了 这个欢宴 这个临别的状态上面 那看看我们还有谁 你好 田木儿 你说 我韩德珍 对 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去年九月份开始背 背到去年年底四个月 我背下来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篇篇文 我听了很多遍讲解 现在没事 我还爱听听 学了很多东西 从中 这篇文 这个篇文非常的好 腾王歌序 有这个机会 挺挺挺好的 那也可以 发表一下 自己的感想啊 我可以给你背一背 好啊 好啊 豫章顾俊 红都心腹 兴分一枕 地劫横炉 近三江而带五湖 空蛮精而引欧月 雾华天宝 龙光射牛斗之虚 人杰地灵徐如下陈帆之踏 雄州雾烈 俊彩星驰 台黄枕一夏之交 宾主进东南之美 都督阎公之雅望 其底摇林 宇文新州之一范 参为赞助 十旬休假 盛有如云 千里逢迎 高鹏满座 藤娇启奉 孟学士之慈宗 子殿青霜 王将军之武库 家军坐载 露出名区 公同子何之 公逢圣剑 就背这一段吧 好好好 都背下来 太费时间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有些好文章 是需要背下来的 古代实际上 中国古代 四十五经啊 这些学体的时候 小童学的时候 都先背在肚子里面 然后呢 随着年纪长大呢 说起来有点打个不恰当比喻吧 就像是牛啊 骆驼呀 这些动物的繁蜀似的 反正在肚子里边 没事的时候 静静的思考 就回忆起来 思考琢磨 越学越懂 越学越深 这是中国古代呢 学习 读书的一种好的方法 咱们现在对中国文学 就是优秀文学作品 确实也是很多 这边好多人都很感兴趣 有许多文学爱好者 还有许多人 有时候没事的时候 有时候写写诗啊 甚至写写什么短片啊 有些写写长篇啊 多伦多啊 这边人才确实是不少 那个再一个呢 咱们的下一代 下一代在国外的 好多好多孩子啊 可能就是说 在中国方面会有些将来 会有些问题 当然有些家长呢 还是希望还能学解中国 所以咱们那个就是说 想那个有一个环境 让咱们大 就是说咱们 就是大人咱们校友 先对这些感兴趣 同时呢 又引导孩子将来对这些感兴趣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说这个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啊 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并且呢 我一直有这么个想法 就咱们这一代移民呢 在加拿大这些人是 我感觉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么高水平的 这么大批量的移民 在咱们以前是没有的 估计在后面 可能也不会再有了 像咱们这个是00年前后过来的 到现在差不多20来年的 这确实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所以我觉得呢 就咱们这一代人呢 有责任 在做好 平时工作的同时 在加拿大安家的同时呢 能有责任呢 弘扬咱们中华优秀的文化 尤其这些年来啊 这个英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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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这个文化 轻师比较厉害 所以大家对传统文化呢 尤其是年轻人 改得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陌生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说咱们的初衷呢 想搞一个大家 一起有这么多有兴趣的人 有自同道合的人 咱们在一块搞一个俱乐部 大家一块 然后学习也好 探讨也好 教练也好 推稿 推广也好 这样这么做 结果这个想法起初来之后了 前会长 还有咱们那个高学联合会会长啊 几位会长都特别支持 咱们这个实际上 从起初到现在 差不多可能一个星期时间 是吧 前会长 所以咱们很快 就在前会长 给咱们做第一次讲座 咱们后面呢 准备那个 就是说 能近期的争取 如果好的话 这一周两周啊 能够做一次 所以咱们希望那个啊 就是说 这方面有文学造诣的 有文学修养的 一些学者也好 老先生也好 还是一些网友 文学爱好者 都可以那个出来 给他们讲一讲 是吧 就自己关心的 熟悉的那些名片 咱们讲一讲 因为这些东西很多 我有个启发啊 是最近那个 在那个 喜马拉雅里边 有一位 讲中国 讲中国通史的 他是 他是个业余爱好者 他讲的非常深刻 讲的是 是解放前的一位 一位 名字我突然想不起 是因为那个 他写的就是说 写的是通史课本 他讲得很好 他现在讲到 讲的那个是 现在还刚讲到 讲到那个刘邦 刘邦这个 刘邦的情报 汉珠这一块 他已经讲了差不多 有四百多集了 没一集大概十几分钟 所以他讲的 涉及到好多考古啊 还有好多那个就是过去的历史 历史剑 设计好多东西 他讲的很通俗 很异论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说 咱们这个普通人 就说像 启会长是吧 是正央大学 激烈系的 毕业的是吧 那个文学秀 很高 文学造业很高 咱们讲出来 所以咱们好多学功课的 在当地的一些 是吧 校友文学爱好者 也可以出来讲一讲 是吧 咱们这主要是 立足以普及推广 同样 这些这些东西 所以 也欢迎咱们就说 有水平的 有能力的 或者有兴趣的 一些朋友啊 老师啊 还有些 校友 给咱们出来 讲一讲 近期的 把咱们这个讲座 我们都做下去 还有一个就是说 咱们后面一个二维码 二维码是 咱们现在就说 是咱们的那个 叫 中华优秀文学作品 阅读俱乐部 这是咱们就说 一个穷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扫描二维码 然后进穷 这就咱们基本上是这样 我现在想了 因为刚开始嘛 想了就是说 第一个呢 就说 每天呢 能够给大家推荐一篇 比较 比较好的作品 比如像 《月亮楼记》啊 《维居的琵琶行》啊 还有是那个曹植的这个叫洛生富啊 像这些 咱们就推荐了几次几次几千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呢 同时呢就请 将有这份造诣的 像前会长 将来下一次是 沙美赤萧会长 来给咱们讲 希望他后面能够排上 每星期 能够有一位出来 给大家引导是吧 引导阅读也好 也讲解也好 然后咱们就说在一起讨论 这样的话就能达到咱们这个 普及的这么一个目击 主要的目击就是 咱们普及学习 咱们优秀的中华文化 我这个面呢 实际上也斗胆 可以说抛转引玉 但是我要支持这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军会长 这个创意呢 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是假以时日呢 因为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 当时开始的时候说 你就讲藤王葛吧 我当时也有朋友呢 我们的文友呢 说还能讲出心意来吗 我真是就雨晒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出心意来 但是我想 我把我对大家的评论 和大家评论不同的东西 我就斗胆的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引起激烈的讨论 不过今天呢 看来大家都比较矜持了 没有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呀 大家都说的是 都说的和你说的不一样 好像大家也没有说 我就是可能是 就是一开始很害怕 但是现在就不用害怕了 大家可以说 就是不同的见解呀 都可以说 我觉得 前会长今天讲的挺好 为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 当时前会长刚才说这个问题了 确实球里面有人提出来了 说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藤王葛 是咱们中学学的内容 那么能不能讲出心意来 所以我当时我就想 我就说是这样 就是这个 又对于同一篇文章啊 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阅读的时候 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具体到讲的来讲啊 可能不同的人 因为掌握的知识量不一样 或掌握的知识侧重点不一样 所以他讲出来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尤其像咱们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人 讲这个讲的时候啊 他有些生活阅历在里边了 所以对同一个文章 你可能在20年前讲 或20年后讲 那最后讲出的内容啊 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感觉 这个为什么叫名片了 名片就是说 大家从各方面理解 都会有各方面的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时间理解 不同的人生阶段来阅读 都会有不同的新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正是咱们学习这个 一些文学名片的那个好处所在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读里边的诗 咱们从小就读 是吧 你比如很简单的床前面这个什么 床前面月光 地上上 咱们在小时候 我在老家的时候 在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读 或现在离开家四十多年以后再读 那感觉不一样 感情不一样 最后感受也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啊 这个文学作品确实是 就是说 他有他的 在理解时候 确实有他的不同的策略 我想问个问题啊 就说这个诗 现在好像还没确定到底是王博什么时候写的 有的说是十几岁 有的说是二十多岁 十几岁的人就说了 因为他有个童子和之 童子一般都是指的是十二三岁 你不能说二十多岁 你还说是自己是童子 而且如果要有这样说 你也得举出另一个例 别人也这么说 二十多岁 还说自己是童子 所以这个到现在还没定论 到底是都多大岁数写的 二十多岁能说自己是童子吗 这事还得研究 这个我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呀 这个阎工呢 应该是 应该是王博的一个 某种市交的一个状态 阎工呢和王博的父亲呢 应该是相识的 或者是怎么样 实际上呢 在古代呢 无论中国地大五国 多么广阔 每个当地的老百姓啊 是不同主义啊 甚至不同的方言语音呢 但是呢 做官的人呢 都是相同的 比方说 考状元呢 重进士啊 这些呢 都是应该在 都是应该在 长安呢 或者说 就是国独的地方呢 呆过一阵的时间 刚开始呢 有虚职啊 或者等待啊 总之呢 这些人都有交往 然后呢 总是要给他们一个官座嘛 你包括王博的父亲 都跑到越南南方 去做官去了 那么 所以说呢 如果他很小的时候呢 就 认识阎工 或者知道阎工的话呢 他这时候 跑到阎工家里来做客了 就说的时候呢 家军坐载 露出名区 同志何之 供逢圣见 就说老父亲呢 引荐我到这边来了 我自己知道个啥 那个小孩子 如果这么说呢 就有道理了 因为从小 严工摸得他脑瓜顶长大的 现在继续说自己同志还可以 我是这么想的 这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这种方法 对 因为通篇吧 它实际是鉴别 而且鉴别去哪呢 你看这里有啊 他有一段是什么呢 他就说 成婚这句话 就是伺候老父亲去了嘛 要不然这个成婚就怎么来的呢 那从历史上时间表来说呢 他就是去到 他就是去到 就是到南海 到那个 交纸去看他父亲了 而且真的待了一年 这诗也没说 他要去看他的父亲去交纸啊 没说交纸的词 但是画在这了 这一段 刚才上面这一段 成婚于万里 对 这万里呢 就是继续往前走 很远的地方 去看他的父母 父亲吧 你看他母亲 那古代好像都不离开家吧 只有男人走啊 或者带个小妾也许 总之呢 是他父亲单独去的 这个成婚呢 基本就把这意思说清楚了 而且确实呢 他 他路过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这个时间上差不多吧 我们通过这个诗 还可以考证 做考据啊 这个我说到你 他说等中军之弱冠 这个弱冠呢 一般我理解呢 大概就是15 6是20岁左右吧 古人呢 可能是这个弱冠 反正别 别超过这就是成年人吧 那古人呢 相对咱们来说呢 成书的比较早一点 基本上20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概念的书都念差不多了 弱冠呢 我理解呢 应该是他差不多在十六七岁 十五六岁这这么个概念 所以呢 可能是不是 他说他就他大概是十六七岁 这个概念 等中军之弱冠 有怀头 没成年吗 快成年了 还没早成年了 就是小男孩嘛 十五六岁 十七八岁 这么个概念 对吧 再大了 他就不叫这样 所以你刚才那谁问的 就说 我估计着就说 现在是 他呢 是也算是念 书念差不多了 但还没正式干活 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 就十五六 十七八岁 然后出去去 去找他爹去了 对吧 是因为朝廷又让他做官了 他做官之前 他去看他爹去 因为他念书念差不多了 等于说 他不管怎么说 在朝廷 他是 他都没说 他是什么中了 进士了 还是什么 他中了 广说自己是一届书生 对吧 无路请营 等中军之若冠 他早就中了 他给人家那个 是险吗 他们 不是已经当那个 在他们家已经 已经当官 已经当 已经当县长了 没有吧 不是当县长 他是那个 他是那个 什么王 是配王 还是什么险王 跟他在一块 在他们家那个工作吗 已经他已经拿到了进士之后 才分配他那去 因为我不就是因为他写了袭击文吗 袭英王 英王 英王写王 是英王 对吧 袭击文 因为这是给他撤职了吗 但是以后 我估计这段呢 是他可能还是就是去路过这个藤王阁吗 对吧 你说可能以后是 还是让人给贬了 那这段呢 我估计可能还是没贬 这些各种 我听的也比较 因为 关于他藤王阁序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 很分析的故事 讲这个呢 就是说 阎公呢 是属意抬举他的女婿 特意利用这个 重新整修藤王阁 整修完毕呢 宴请宾客 就是王伯呢 是看他的父亲的时候呢 路过 碰巧撞上了 就参加这个宴会 然后又不识相的 写了这个东西 整个这么一个过程 在那里边说的呢 时间顺序呢 就是去看他父亲 然后第二年就 就溺水了 就是在海上 回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刚才 大家说起来的话 就感觉到这个事情呢 也许是有疑问的 我看他爱着他 就是他 他爱着他 她的美丽 看他 就在那里面 就在那里面 是 他爱着他 就在那里面 就在那里面 感谢观看